欢迎大家收看选举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急 各大媒体对特朗普欺诈审判第一天在法庭的报道与分析 特朗普将竞选活动带上法庭 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刑事审判 法庭听证会透露 通过谎报资产获得了1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法官已裁定特朗普及其盟友 涉嫌进行了高达22亿美元的欺诈行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特朗普将竞选活动带上法庭 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刑事审判 华盛顿邮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曼哈顿的民事审判继续进行时 对检察官和法官发起了攻击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了这一诉讼程序 并且他的竞选团队向对他提起诉讼的纽约州总检察长 提供了反对研究资料 特朗普还在法庭外批评了法官和他的助理 这场审判威胁到了他的房地产资产和品牌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试图将他的愤怒转化为可能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政治优势 并且已经从支持者那里筹集了资金 理由是他受到了迫害 竞选顾问表示 正在推广特朗普受到迫害的信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一直难以找到有效的攻击方式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特朗普在南部边境的记录上 一些专家表示 如果纽约的法庭案件得以成立 特朗普将无法在纽约州开展业务 特朗普表示他将作证 并且一名律师一直在向他介绍案情 唐纳德 特朗普通过谎报资产获得了1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法庭听证会透露 英国每日电讯 据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 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欺诈审判的开场陈述中表示 特朗普在其房地产帝国的价值上撒谎 并因此获利超过1亿美元 该律师表示 特朗普在过去10年中向银行和保险公司 不准确地描述了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和较低的保险费率 在预计将持续到12月初的审判中 詹姆斯寻求对特朗普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 并禁止他在该市从事商业活动 法官已裁定 特朗普及其盟友涉嫌进行了高达22亿美元的欺诈行为 事实核查 特朗普关于纽约欺诈审判的说法 BBC 唐纳德 特朗普在纽约的欺诈审判开庭陈述中提出了几项主张 他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称没有受害者 并声称此案是为了损害他2024年总统竞选的时机 他还声称司法部腐败并称合同因买方自负责任条款而变得无效 特朗普便称法官低估了他的房产价值 并未将他的品牌纳入估值范围 预计审判将持续数周 特朗普将烟花留到了欺诈审判的第一天 在法庭外放 未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周一首次出庭应对一起可能对他的商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民事欺诈案 纽约州总检察长和其他检察官指控特朗普及其儿子夸大其房地产帝国中的房产价值以获取商业贷款 特朗普一家面临严重指控 总检察长指控他们极度夸大房产价值 负责此案的法官已暂停特朗普一家的营业执照 有效地终止了他们在纽约从事商业活动的能力 特朗普面临的指控很严重 总检察长指控他夸大自己的净资产数亿美元 特朗普及其法律团队便称没有受害者 实际上是向提供贷款的银行赚取了数亿美元 预计审判将持续数周 特朗普的子女 他的前右手迈克尔 科恩和特朗普本人都将被传唤作证 唐纳德 特朗普民事欺诈审判的第一天的主要观点 半岛电视台 周一 对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企业的民事欺诈审判开始 检察官指控他通过谎称自己的房地产帝国 获利超过1亿美元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 詹姆斯寻求至少2.5亿美元的罚款 并禁止特朗普及其儿子在纽约经营企业 特朗普对詹姆斯和负责审判的法官发起了挑衅性攻击 暗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 这场审判可能对特朗普产生重大的法律和政治影响 进一步加剧了他已经相当严重的法律困境 随着特朗普大厦的命运岌岌可危 特朗普再次回到法庭上 为了抗争企业死刑 以下是进展情况 澳洲 ABC 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与一起民事诉讼作斗争 这可能会让这位前美国总统失去对他最珍贵的一些财产的控制权 以及在纽约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 他已经被判有罪欺诈 除非他赢得上诉 否则他可能被迫放弃包括特朗普大厦在内的财产 与他面临的四起刑事审判不同 特朗普先生通常避免出席民事听证会 他这次决定出庭出示了他对这个案件的认真态度 他的儿子们也是这起审判的被告 这可能对他在总统任期之前 以其纽约商业帝国而闻名的影响巨大 克拉文斯 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回避了他前任法庭助理的上诉案 华尔街日报 克拉文斯 托马斯大法官已经在他的前法律助手约翰 伊斯特曼提起的一项与1月6日事件有关的上诉中回避自己 伊斯特曼曾是一名法学教授 由于他试图帮助唐纳德 特朗普史2020年选举中的拜登总统胜选无效而面临多项法律诉讼 伊斯特曼的上诉涉及一个技术问题 源于他未能成功地向众议院委员会隐瞒于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有关的材料 托马斯在伊斯特曼案中没有解释他回避的原因 今年以来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构尤其是托马斯个人因为一些法官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上个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德宾第伊利诺伊州呼吁托马斯在本学期将要辩论的一项重大案件 Loprobride Enterprises v Raimondo中回避自己 周二简报 特朗普在纽约的欺诈审判开始 纽约时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昨天首次出庭应对他在接下来一年将面临的几起政府审判中的第一起 特朗普被指控通过虚报资产来获得银行有利的贷款条件 这起民事案件由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提起与特朗普的四项刑事起诉无关 詹姆斯要求对特朗普处以高达2.5亿美元的罚款 并禁止他在纽约经商 如果法官支持詹姆斯的请求 特朗普可能会失去对他在纽约最知名的房地产的控制权 预计审判将持续数周 并将包括特朗普的证词 在这起民事案件之后 特朗普将面临四起刑事审判 设计范围包括 下一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 以及在2020年选举失利后努力保持权力 特朗普真相社交媒体合并计划中的新变化 CNN 数字世界收购公司与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之间的合并协议 旨在将Truth Social和特朗普媒体帝国引入华尔街 现在包括了一个终止条款 允许任何一方在10月31日至11月21日期间终止交易 添加这个终止条款的原因没有透露 数字世界的股价在宣布后下跌了4% 这项拟议的合并计划受到了法律审查和争议的阴影 包括对三名投资者的内幕交易指控 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违反反欺诈法的指控 唐纳德、特朗普也面临着法律问题 包括一场民事欺诈审判 这是特朗普竞选重返白宫时所有针对他的案件的进展情况 多伦多星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目前面临多项法律问题 同时考虑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其中一场法律纠纷是在纽约进行的一场民事欺诈审判 特朗普及其公司被指控多年来在财务报表中 错误陈述财富、欺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人 负责此案的法官已经裁定 特朗普经常通过夸大资产价值的文件 欺骗银行和其他人 用于交易和获得贷款 法官现在将决定诉讼中剩下的六项指控 包括阴谋、伪造商业记录和保险欺诈的指控 特朗普还面临于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处理机密文件有关的指控 此外 他还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而被起诉 特朗普还面临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支付封口费有关的指控 以及与佐治亚州非法选举活动有关的指控 乌克兰正遭受侨拜登战略愚蠢的饥饿之苦 英国电讯报评论版 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额外资金援助是冲突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因为它显示了白宫在推动未来援助款项通过国会时将面临的困难 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 特别是在共和党选民中 公众支持的缺乏主要是由于唐纳德、特朗普对战争的立场 然而 危及乌克兰的责任落在拜登身上 因为他未能及时提供必要的作战装备 国会的决定将对乌克兰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 并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礼物 特朗普审判开始 法庭紧张局势升温 BBC 唐纳德 特朗普在纽约的欺诈审判开始时 前总统与他的对手之间存在敌意 特朗普指责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 詹姆斯种族主义 偏见和腐败 他还攻击法官亚瑟·恩格伦 称他是一个流氓裁判 然而 在审判过程中 特朗普、恩格伦法官和詹姆斯之间的互动很少 特朗普偶尔看了一眼法官 但其他时候静静地坐着 只是前方 午餐前 紧张局势升级 特朗普的律师与恩格伦法官争论 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对詹姆斯发起攻击 法官指出 特朗普已经否认了这起诉讼 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 塔斯玛尼亚州政府正在崩溃 选举对自由党九年执政是否致命 澳洲ABC 塔斯玛尼亚可能因自由党内政治不稳定 而面临提前选举 下一次计划的选举将在2025年举行 但新的选举可能会提前至11月 下议院从25个席位扩大到35个席位 可能导致议会陷入僵局 并选出更多的独立候选人 可能主导选举的主要问题包括 对儿童保护、医疗保健和住房进行大规模改革的需求 以及有争议的建设澳式橄榄球联盟体育场的提议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特朗普的一些新闻 首先 我们关注到特朗普将竞选活动带上法庭的消息 特朗普在纽约的民事审判中对检察官和法官发起了攻击 并试图将他的愤怒转化为可能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政治优势 不过 他的竞选对手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攻击方式 特朗普还面临着在曼哈顿进行的欺诈审判 被指控通过虚报资产获利超过一亿美元 这场审判可能对特朗普产生重大的法律和政治影响 在特朗普的欺诈审判中 他提出了几项主张来辩护自己 他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并称没有受害者 特朗普还在法庭外放烟花 对检察官和法官发起了挑衅性攻击 这场审判对特朗普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可能让他失去对他最珍贵的一些财产的控制权 除了特朗普的审判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其他的新闻 克拉伦斯 托马斯大法官回避了与他前任法庭助理的上诉案 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此外 特朗普计划与数字世界合并 但最近有一些变化 这给了这项计划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还关注到了塔斯玛尼亚州政府的动荡局势 可能会提前举行选举 这可能会导致政府的不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